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做一個大樂透的程式 這個程式的話希望不要有重複的號碼 當我按下它 這邊有號碼 你就自動可以產生你要的 然後這個號碼如果有重複的話 就重新再產生一次 再檢查有沒有重複 直到沒有重複的話就再把它輸入 理論上大概頂多會重複一次吧 兩次的話可能比雷達到的還吃快 機率還更低不太可能大概重複一次 那怎麼樣讓程式可以檢查過之後 再重複產生這個等一下會講 所以請各位這個是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就是說我們要把這個介面 因為這個畢竟在Excel裡面感覺好像有點low 沒有像VB.NET這麼厲害 還有圖上有沒有還有最好如果還有動畫 感覺會更棒不過大概是後畫 那個後面再來看就是說 那所以這個範例有圖的部分 當然你們可以從我部落格裡面去抓圖 或者我剛有幫各位整理了一個 在這邊有個範例檔 在我們的其他補充資料裡面 這邊有個進階的大漏透開講程式 那請各位就是把這邊有一個ZIP檔 下載之後解壓說裡面的話就會有 把它放在桌面上好了 把它放桌面上會比較好找 那裡面的話就會有1到42的這個球 另外有一個裡面還沒有source的那個範例檔 你把它打開來 那等一下我們就按照裡面的那個按部就班來做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試一下 那我們會有兩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VBA直接把結果輸出到Excel 第二階段就是把當然輸出到Excel裡面 感覺不是很好看 那可不可以把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像早上講的Dunet的版本 第二階段就是按下它自動幫我開講 而且號碼不能重複喔 第一階段 不過感覺這個在Excel裡面好像沒有這個厲害 這個要怎樣按個開講 它能夠自動開講出來 不過我程式好像還沒寫完 等一下再看好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可以自動怎麼樣 其實就是一個那個就是VBA的版本 它等於是可以取代什麼 單內則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階段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要開講 那你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第一個就是在電腦裡面 如何產生亂數 VBA用什麼方式產生亂數 這個地方會需要用到一個RND的一個函數 RND的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它主要能夠產生什麼 0到1之間的亂數 0到1之間喔 但是它的規則是它一定它可能等於0 但是它不可能等於1 就是會小於1的意思 就是0到小於1之間的亂數就對了 所以它最大的話就是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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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大的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產生一個亂數的話 那是1到42該怎麼做 那我的規則 那我的規則 一般的想法是這樣 我可以RND亂數之後的話 可以把它乘上多少 乘上42 如果是42的話它會產生多少 乘上42 最小一定是0 因為0乘上42還是0 最大多少 接近42 接近42 可是一定是41.9999 那我們如果要產生1到42的話 那可以有個方法 整數 對 就是把它整數 所以可以用一個函數叫INT INT的函數就是 可以把那個小數點無條件捨棄掉 它本來是0到41.99 那你如果INT之後的話 它會把那個.9999拿掉 變0到41 所以後面如果再加1的話 假如說你把它加1之後的話 那它就會 加1之後的話 它就會變成1到42了 對不對 乘數就寫出來 然後呢 因為我們會產生7個號碼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陣列可以存放 那剛剛不是講過嗎 所以定一個陣列 可以放7個號碼 就0到6 那你也可以放個7也沒關係 反正這個看誰個人喜好 然後就把號碼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但是還沒結束 如果重複怎麼辦 所以你接下來要做什麼事 Check一下 Check什麼呢 比如說第一個跟第二個比 第一個跟第三個 就是一直比比比 比完之後 如果通通沒有重複了 那我就把結果輸出到哪個範圍呢 第二到第八的這個Sales B裡面 應該沒有問題吧 那可是如果重複的話 讓它程式再跑回去 重新再產生一個新的值 再來檢查 如果沒有就輸出 如果又重複了 那就再檢查 我的邏輯是這樣 而且比較簡短 那怎麼寫 特別注意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這一段程式碼 這一段程式碼的話 它這邊大概規則很簡單 就是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 產生1到49 大家都不是1到49 1到42 我都搞不清楚 因為我很少買這東西 因為我知道 我應該沒有這種運氣 所以算了 是1到42 跟1到42是熱透財 還是大熱 算了沒關係 反正就是 假設是1到49好了 OK 然後呢 我們如果要產生1到49的話 要是要重複產生有7個號碼的話 那我們這邊要直接輸出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會直接輸出去 對不對 所以我的邏輯是這樣 第一個我就直接輸出了 直接就不要放在正列裡面好了 這個地方我沒有放在正列 理論上是要放在正列的 我這邊是直接輸出到這邊 然後再來檢查 如果有重複的話 就怎麼樣呢 就直接回到 如果這邊的話 有號碼 有重複的話 那就GoTo 那程式如何讓它怎麼樣 回到前面 重新執行 這個地方特別重要 你可以用一個敘述 叫做GoTo的敘述 這個GoTo好像前面沒有特別講 不過這個要善用 為什麼 因為你不能隨便亂GoTo 因為GoTo之後 它會一直跑回去 又跑回去 又跑回去 那會怎麼樣呢 無窮迴圈 程式就跑不出來了 所以這個要謹慎使用 那怎麼用呢 上面就有個標籤 記得有什麼差別 這邊沒有冒號 這邊有冒號 它如果說底下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那就怎麼樣 那就回到這邊 重新再產生 重新檢查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 這個地方 就直接先跑到這邊中斷一下 輸出 好 那檢查一下 有了 有沒有 15 15 那如果重複的話 那問題第二個問題 其實這個也是一般考試 考程式很喜歡考的 檢查是否有重複的 那怎麼檢查最簡單 剛剛每個人規則不一樣 有很多還有什麼很高級的寫法 不過我覺得最重要是把規則寫出來 因為相差萬分之一秒 那更沒感覺 所以我的邏輯是這樣子 有兩個 一個是I 一個是J 那I指的就是它現在的位置 J指的是其他的位置 也就是說第一個跟其他的比 這個規則可能要想一下 這是我想出來的 來就是I的話 就是1到7 那也就是說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直接就是抓到什麼的 然後J的話 指的就是I加1到7 所以1到7 就是說我這7個號碼通通都要比 那I加1就是說如果它往下了 它就繼續再一直往下一個 它就不會再 有時候第一個會跟第二個到第7個比 第二個會跟加1嘛 3到7有沒有 所以它的回圈是這樣跑 那第三個會跟4到7 所以回圈會這樣越來越跑越少就對了 然後比比看 如果這個裡面的詞 I這個1 這個好像有點 我位置好像有寫錯 這邊改一下 應該是2到8才對 因為我們這個是2到8 所以這邊改一下 2到8 那J的話應該也加1之後到8 這邊改一下 否則的話位置好像會抓錯 再把它回圈 再跑回去一下 所以比一下 這個B2跟什麼呢 B3不一樣 不一樣對不對 OK換下一個 再來是B2 B2就是35 跟什麼呢 跟下一個 29 有沒有 所以這個會跟這些比 換下一個這個會跟下一個比 這個會跟它的下面比 邏輯是這樣子 所以跑完之後的話 那當然一定會跑到哪一個呢 15跟15啦 所以我們直接讓它中斷 跳到這邊來 好 你會幫你15 15 那這個時候是多少 I是當它等於5 J等於多少 等於6的時候 有沒有 那怎麼辦呢 Go2回到前面來 這個時候怎麼樣呢 它就程式跳上去了 這一招還蠻好用的 可是特別注意 VPA 有Go2的敘述 但是VPA DANETS把這個取消了 不過當然 它有考量到就是說 因為這個很容易無窮回圈 所以DANETS反而沒有 所以如果是DANETS版 光寫那個 如何檢查有沒有重複的 反而變麻煩了 因為你如果沒有Go2的話 那就麻煩了 因為檢查出來 又要再怎麼樣 這邊你要額外再寫一個 把上面的程式寫到一個 額外的一個程序 然後用呼叫的 反正大家都呼叫那個就好了 也是可以啦 只是說麻煩一些些 好 那這邊再重新產生 所以重新產生 好 再Check一下 有沒有 這個看起來好像沒有了 沒有的時候的話呢 它就也不會敘述 把中段也拿掉 OK 好這樣的話就完成 我們的那個有沒有 沒有重複的 所以按下去 你怎麼按呢 它都一定不會有重複的 OK 理論上不會有重複啦 因為電腦跟人腦不一樣 然後電腦我想應該沒有LOS的 你按個100次1000次 都不太可能有重複的 但是這個是在第一個階段 大樂透的那個 什麼 就是VBA的那個 直接再儲存個顯示 可是我們需要的是希望能夠 能夠啟動表單之後 能夠有那個第二階段 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可能要下個禮拜 再跟各位講解 其實非常簡單 程式沒有幾行 就是 邏輯就是產生七個號碼 然後再來載入那個圖檔 OK 好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大樂透 這邊的話重點就是 如果你將來會有亂數 產生的需求的話 那其實我們本來是會先講 亂數產生顏色 比如說你工作表顏色 假如你覺得黑白的 感覺不好看 那我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的上顏色 那上顏色有個麻煩 你上顏色還要想說 上什麼顏色好 最好是怎麼樣 乾脆用個亂數好了 全部幫我上顏色 反正我就是要顏色就對了 但是第二個是也不要醜醜的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上個亂數的顏色 然後也要同一個色系 這樣的話用RND就搞定了 OK 這個部分的話下個禮拜會跟各位做說明 那如果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後面有一些程式買 也可以自己先RUNRUN看 OK 那今天的話我想就先講到這裡好了 那下個禮拜的話就是再把那個 大樂透的VBA版 再跟各位做說明 把Darnet改成那個VBA 這還蠻有趣的 所以網路上我有放蠻多 Darnet的那個程式 我想後續後面陸陸續續 我也會想說早一點時間 把它全部都乾脆改成VBA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們以後懂的規則的話 以後也可以拿我那個上面的東西來改 或者你如果VBA.net的東西 你也可以直接拿來改也OK 這樣的話資源就會變得比較多一些